来来来来,前期日,做了个连拌鲫鱼 吃鲫鱼了 大家好,我是乡村之说 夏天有一道运气菜,叫连拌鲫鱼 四川的朋友,对它是气有多重 一口气,买了食物叫大拌鲫 今天咱们也做个连拌鲫鱼 来尝尝箱,开转 先把连拌鱼解决了 处理好的鱼,给洗干净了 处理好的鱼,给洗干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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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子里面的黑麻都会抠到干干净的 给鱼打花刀 用一点葱姜 刀上葱姜水 刮出葱姜汁 刮好的葱姜水浇到鱼身上 葱姜水给鱼身上都没用 葱姜水 葱姜水给它腌一下 现在调个粘半汁 先来点小米辣 鱼鲜椒 剪磨 蒜末 小葱末 韭菜末 这是粘半汁的灵魂配菜 泡上热油 把配菜嵌香 酱油 得多来点 老橙醋 辣香露 蚝油 盐汤 来上一勺子青花椒酱 增加麻痹 一大片冲净水 都给搅开了 盐汤好的鱼 轮去下锅 放点葱姜 再来点猪油 就更花更嫩了 小花蒙鲫鱼 水不能烧开 轻轻的把上面的缝沫给撇掉 就保持这个状态 蒙个分钟就好了 鲫鱼蒙好了 出锅 来来来来 先吃鱼 做这个粘半鲫鱼 好嘞 这个粘半鲫鱼 还是个新传系 没有吃块粘半鲫鱼 这种吃法是四川那边的 咱们这边还没有做吃 不多见 嗯 这粘半鲫鱼 嫩嫩嫩嫩 嗯 就是啊 好吃 一般的家庭把这小鲫鱼也都冻汤喝了 嗯 就是大一代的这个是自己炒了 再蒸一条 再蒸一条 哦呀 你会吃这种虾 可以 一条看见吃完了 嗯 嗯 我也再蒸一条 嗯 来一条 哎 哦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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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就好小鱼 都会下了 嗯 味道还真的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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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本是非熟 吃的蛮不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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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